惠玉是宣布降評了 美國的主權的信用評斷 從原來的AAA變成AAA 進行了一個降級的動作 而這個降級的反應 使得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非常非常的不爽 我們對比一下過去歷史的經驗 因為其實惠玉早在今年上半年 就已經把整個美國的主權信評 從正面穩定調強 負向的一個展望 這跟2011年 當時標普調降美國信評 是高度的雷同 只是這一次的降評有點突然 尤其在美國國會債務銜商 審議過關之後 等了兩個月才進行降評動作 所以我們馬上來做分析 降評的動作影響會多大 我們現在分析一下 因為惠玉大概主要有5個方面 來解讀為什麼這一次調降 美國的主權平等 我們配合一些數據的補充 讓大家了解到 目前美國長期經濟債務存量的風險 跟問題 好 第一個觀察 惠玉認為雖然在6月份 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達成的協商 把美國的債務上限 延長到2025年的1月 也就是美國選舉大選之後 可是每一次碰到債務上限的問題 都出現政治的干擾 跟政局的紛亂 所以過去20年來 包括了財政包括了債務問題的治理標準 持續的惡化 反覆的債務上限的政疆局 還有最後一刻的妥協 已經削弱人們對於財政管理的信心 美國政府缺乏中期的財政框架 並且預算流程複雜 以上因素加上僅次的經濟衝擊 減稅還有新的福利支票 把促成了過去10年的債務連續增加 此外對於人口老化 還有社會保障 醫療保障的成本上升 相關的週期的風險 正在不斷的突破 事實上我們特別提到 全球只有美國有債務上限的問題 全球只有美國有債務上限問題 在我們之前5月份6月份 我們特別做觀察 債務上限不容易造成美國經濟 太大的波動 這是美國自搭舞台 自導自演 全球找不到其他的國家 有債務上限問題 美國把自己債務設定一個絕對金額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標準 所以我們叫做美國自搭舞台 自導自演 可是每次都演這種爛片 這種肥皂劇 使得信用平等公司 對此非常非常的不滿 好 我們看一下 從失去AAA的一個等級 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先看一下2011年 2011年也是碰到債務上限的問題 當時是從4月18號 標準普爾先把美國的主權信用平等 從穩定調成負面 在4個月之後 8月5號正式調降美國的主權平等 所以三大信用公司 穆迪 標普跟惠玉 標普是第一個拔掉美國 美國AAA AAA是最高等級信用平的 到目前為止都仍然沒有恢復 當然我們看到標普在後來幾年 遭遇到非常多美國政府的訴訟 也因此罰了數億美金的罰款 大家解讀就是因為標普去挑戰了皇后的徵操 挑戰了皇后徵操 所以標普為了這個降品付出非常大的財務代價 所以自從標普被懲罰之後 大家對於美國的主權債務信用平等 就不太有職業機會 因為沒有人會去要這張罰單 沒有想到惠玉竟然那麼大膽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調降了美國的主權平等 目前只剩下巴菲特的目的 還給美國最高的信貧的地位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個觀察當中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國家治理正在快速化 第二個原因 債務的膨脹跟自治的惡化 惠玉調降美國主權平等 第二個理由就是美國的債務膨脹速度非常快 按照2025年的計算 美國的債務負擔會達到GDP的118% 比其他AAA 三個A 三N等級的國家 他們的中位數大概平均是39.3% 高出了2.5倍以上 我們以台灣地區為例 以大陸為例 大概目前中央政府或是聯邦政府 主要的債務 大概都在GDP的40%以內 美國現在已經來到118% 所以以AAA等級也好 以AAA等級 美國目前的債務GDP比 都是顯著的過高 另外這是存量 另外看增量 美國政府的赤字就是增量 債務增量 從2022年的3.7% GDP的佔比 到2023年6.3% 聯邦收入隨著景氣放緩 跟著疲軟 可是支出卻隨著政客的支票不斷開出 使得美國赤字的增量 在這一波美國經濟複數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減少 而且不減反增 隨著美聯儲的大幅升息 使得利息負擔越來越重 按照惠宇的一個估計 2025年 利息收入支出比 會來到10% 跟其他AAA的國家 包括了1% 或AAA國家2.8% 都顯著偏高 所以更大的債務存量 更大的赤字增量 都會拖累GDP的一個發展 這是第二個降皮的理由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字 這截至到2023年6月 就截至到6月份為止 美國國債累積的利息支出 國債利息支出 今年6月 已經來到了6556億美金 但美國的財政年度 是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9月 所以到6月我們觀察就完成了4分之3 你用4分之3去推估 今年美國光是付利息 大概就會超過8500億美金 就付出8500億美金 所以相對於去年同期的5220億美金 又出現了雙位數的增長 而且隨著利率攀高 美國國債的目前的利率 平均的發行利率 已經從原來的1.8% 跳升的一個很大台階 來到了2.76% 隨著還有更久的緊縮的環境 美國國債透過債務到期 借薪還救 恐怕到明年 美國的債務的利率 會進步來往3% 來靠近或是挑戰 所以目前從美國的債務支出 跟債務的負擔率來講 都是非常難以持續的 好第三點我們要做觀察 第三點是醫療成本 好我們在之前分析 美國的CPI跟PC 我們特別提到 今年美國少了一個大魔王 長期以來 美國物價最大的核心推力 並不是住房 也不是油價 美國物價長期最大推力 就是看病的醫療成本 在美國都待過 美國看病是非常非常貴 所以為什麼美國醫藥業很發達 因為你去看病去找醫生 費用是非常貴的 所以很多美國人是直接吃陳藥 所以這也創造了一個 非常強勁的醫療的消費環境 可是美國的醫療成本 在過去一年 是沒有在CPI跟PCE的推遞當中 主要是計算醫療成本的方法 可是到今年10月份 進入新的2024年的財政年度 醫療成本將會再度回到 原來推升通脹大魔王的角色 好我們看到 因為人口老齡化 還有醫療成本上升 使得按照美國國會預算 辦公室CPO的估計 到2033年相關的支出 可能拿到GDP的3.6% 而醫療保險跟社會保障性的強制支出 將會來到GDP的1.5%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預估整個社會的保障基金 將會到2033年耗盡 而醫院的保險信託等等 將會到2035年耗盡 全世界的社會保險都有破產的壓力 因為原來社會保險的設計制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人口的增速是固定的 人口增長率的速度是固定的 可能是每年1.5%或1%的增速 而在少子化的過程當中 人口的自然增長率 離大模型的假設完全不足 第二個 在社會保險的價格當中 原來對於儲蓄的報酬率 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 可是過去10年 過去20年長期的低利率 讓作為一個資金提供者的儲蓄金金 社會保障的準備金 遭遇到非常大的投資困難 這兩個因素疊加 未來10年 未來15年要全人民共同買單 不僅是大陸的社保 不僅是美國社保 包括台灣的勞健保 通通蹭不住 因為這兩個假設基礎 完全不存在 完全不存在 所以換句話說 除非利率長期為5%以上 至少為5年 不然社會保險的儲備金 包括大陸社保 美國的社會保險 包括台灣的退休金 沒有高利率的涵蓋 或報酬的回歸 是難以為繼的 所以目前觀察 會議提到第二重點 因為政治的壓力 使得這些問題永久化 而且有更高的自治預測 好我們再往下觀察 這就是我們之前也提到 美國政府其實非常非常的慘 你不要以為美國政府 你一年的預算 2兆美金 3兆美金 4兆美金 事實上 美國政府每100塊錢 最新年度 其中有61塊錢 10塊錢有6塊錢 不是拜登能夠決定的 這在我們債務上限提到 這全部叫做強制性支出 這些強制性支出是法律要求的 包括了退伍軍人的保障 包括社會福利的保障 包括失業金 包括醫療的保障 所以事實上 我們那時候說債務上限不是個問題 因為沒得談 沒得談 為什麼沒得談 因為拜登政府 還是川普政府 還是未來的甘乃迪政府 事實上他每100塊的支出 有60塊錢 有將近三分之二 不是總統或是國會能夠影響的 都叫做強制性支出 是法律要求的 你不可能去動它 好 另外我們看到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 按照2023年 目前佔整個聯邦的總支出 已經來到10.7%了 預估到明年是12.3% 那利息支出能少嗎 也不可能少 因為你不還就賴帳 所以你把強制性支出 加上利息支出加起來 基本上就來到72% 也就是拜登政府到明年 每4塊錢 只有一塊錢 他能夠進行運用 財良性支出 可大家不要以為很多 因為剩下這四分之一 27% 又有超過一半 是美軍的支出 美國的國防支出 所以剩下來的錢 其實非常少 美國政府是沒有更多的預算 能夠做建設 能夠做投資 沒有 強制性支出加上利息支出 已經吃掉三分之三 剩下的四分之一 又其中的三分之二 是國防支出 所以美國政府是完全沒有錢 這也是惠譽 為什麼要降頻的一個原因 對於面對赤字的存量 面對債務的存量 美國政府是完全無能為力 我們看到另外會預估了 美聯儲的動作 因為會預認為 美聯儲9月份應該會進步加息 來到了5.5%到5.75% 而這種升血動作 有沒有降息的短期可能 將會使得整個金融的情況 還有包括美國的債務負擔 繼續惡化 來自台灣的打破 一直在現在 我可以做滿足的 支持 非常勉強 有防守 這個 這就在後面 裏面 把 這個